大家好,我是博仔 相信有關注大小S的一定不會對徐媽媽感到陌生 因為大小S常常會在節目上分享有關徐媽媽的趣事 例如徐媽媽愛高八度的講話 這誰買的?然後徐媽媽回來就會說 要死了,要買東西? 你知不知道你沒錢我還買? 請問徐媽媽可以幫我要你女兒的照片 她就會說,拜託!我女兒哪有那麼閒啊! 還有大小S自己想見的明星 還有大小S自稱老娘也是從徐媽媽身上學來的 而我們也能從徐媽媽身上看到大S的敢愛敢恨 還有火爆脾氣 還有小S的古靈精怪,無厘頭的性格是從哪來的? 在大S閃婚後徐媽媽在Facebook 很激動的發了兩張G的照片說 不要來搶我的女兒兒子,我啄死你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徐媽媽的火爆脾氣 所以今天我要說的是人生故事 精彩程度不輸大小S的徐媽媽黃春梅 徐媽媽從小在彰化長大,因為家境不好 又剛好沒排到9年的免費教育 加上以前的社會重男輕女 所以徐外婆不願支付25塊的考試報名費 便造成徐媽媽小學就載學了 在徐媽媽的爸爸過世之後 家裡失去了經濟的支柱 因為當時彰化的工作機會比較少 所以他們一家人在親戚的幫助下搬到台北生活 而徐媽媽的第一個工作是到餐廳端盤子 當時她工作的餐廳就在徐家的營樓旁邊 所以就遇到了徐爸爸徐姦 當時徐爸爸的朋友看上了徐媽媽 可是他要去當兵了 所以就拜託徐爸爸幫忙帶送情書 殊不知送著送著徐媽媽就被徐爸爸追走了 不久後19歲的徐媽媽就嫁進了徐家 雖然徐家當時開營樓家境很不錯 徐媽媽算是找到了一戶好人家嫁掉 不過當徐媽媽以為自己飛上枝頭時 卻是噩夢的開始 先介紹徐家的背景 不知道是不是徐家的女生基因太強大了 徐家有8個孩子有7個是女兒 只有徐爸爸徐姦是兒子 所以打掃衛生、洗衣服、煮飯等重担都落在了 媳婦徐媽媽的肩上 小S在大小愛吃時說過 徐家是個大家族 上桌人口家家減減有十幾個人 加上徐爺爺對吃很研究 三餐不能吃一樣的還要吃好吃的 所以徐媽媽光是做菜已經壓力山大 不過因此造就了徐媽媽現在的好廚藝 什麼菜都難不倒她 大家可以去看大小愛吃徐媽媽那一集 製作單位給徐媽媽準備了很多奇怪的食材 但徐媽媽輕而易舉的就做出了一桌好菜 除了主菜外 剛剛也講到 徐爸爸是徐家唯一的男丁 所以徐媽媽就很有生男孩的壓力 徐媽媽20歲生下了大女兒徐希贤 小名為整真 為了幫徐家船中接代 徐媽媽馬不停蹄的趕緊生第二胎 在76年就生下了二女兒大S 小名為閃閃 雖然徐媽媽說她的公婆都沒有硬性的強迫她 一定要生男的 不過會有意無意的叫徐媽媽生個帶爸的吧 可以帶她去公園 blah blah blah的 所以徐媽媽在77年就懷了第三胎 78年生下了小S 徐爺爺幫小S取名為C弟 小名為婷婷 而小S的名字跟小名都透露著徐爺爺有多想要男丁 C弟意思為希望來個弟弟 我的天哪 像極了兩道中的招弟啊 婷婷的意思是停止再來女的啦 當醫生把小S抱在徐媽媽面前時 她嚇得崩潰大哭直呼 我不要我不要 不過生了三個女兒的徐媽媽已經受夠了不想再生了 並跟徐家說要瘋度 如果要生兒子的話就出去找別的女人生吧 結果之後徐爸爸真的出軌了 不過這是後話 徐媽媽沒想到的是 連自己的媽媽都不支持她瘋度的說 你不給人家生個男孩怎麼說得過去啊 氣得徐媽媽直接說 你再跟我講這樣的話 我就跟你斷絕母女關係啊 這句有沒有很有大S的影子 不過應該是說大S有徐媽媽的影子啦 原本就是大少爺的徐爸爸 結婚後只顧著出去玩 有兩年還長期的酗酒 徐媽媽媽說 有一次徐爸爸喝醉酒回家大吵大鬧 試圖把家人都吵醒 徐媽媽便跟徐爸爸吵架有拉扯 小S說很怕高大的爸爸會對媽媽動手 不過慶幸的是 徐媽媽也不是省油的燈 拿起煙灰缸就往頭爸爸頭上K 小S說幸好只是流了一點血 隔天起床就像沒事一樣 還叫小S去買啤酒 小S在節目澄清說 徐爸爸只是喝完酒後會不像他自己 但他絕對沒有向外界傳的說對女人動手 在徐爸爸沒喝酒的時候他是大好人 他們一家生活的很開心 在家徐爸爸是白臉 徐媽媽是黑臉 徐媽媽也補充說 徐爸爸是爛好人不會say no 有人借錢一定會借 有人要他幫忙也一定會幫 他只不過是有少爺脾氣 由於徐爸爸是大少爺 所以沒有跟徐媽媽分擔家裡的大小事 徐媽媽只好白天在營樓上班 晚上煮菜燒飯 做家事還要帶小孩過著非人的生活 徐媽媽說營樓雖然聽起來很高檔 不過地方卻不大 還要跟姑嫂朝夕相對 跟很多孩子走來走去 令她很受不了 還有她跟姑嫂們那時候也有很多摩擦 徐媽媽說 雖然當時嫁進徐家有一定的日子 不過姑嫂們都沒有真的把她當家人 常常會講難聽的話給她聽 還會偷看徐媽媽的日記 徐媽媽說剛嫁進徐家的時候 有寫日記的習慣 當初自己不懂事 寫說徐家都是一群神經病 沒想到有一天徐爺爺跟徐媽媽說 蕭美有什麼事可以跟我說 不要說我們一家人都是神經病 徐媽媽才知道日記被偷看了 還有小S說小時候被徐家的人陷害過 不過她沒有明說是誰 小S說有一次A跟她說 你媽媽做了什麼什麼事 你就幫你媽承認吧 然後A就把這事搞大 害小S被徐媽媽狂打 小S哭著說 是A教我幫你承認的 但徐媽媽當時已經殺紅了也不聽解釋 直到正義感十足的大S看不過眼的出來說 打夠了吧 她都已經被你打到腫了 瘀青了 徐媽媽才停手 因為跟姑嫂的關係不好 每天都待在小小的營樓 加上老公又不顧家 還有做不完的家事 心力交瘁的徐媽媽發現 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所以便鐵了心的要離開徐家和離婚 徐媽媽說自己像一頭被束縛的野獸 就是要逃脫徐家這條鐵鏈 這對白跟行為大S也有講過類似的 大S在接受採訪時說過 我感覺我就像是一匹狼 出去打獵可以 再加上守家也可以 但一天我覺得你靠不住 我也會決決的離開 因為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絕不將就 回到徐媽媽跟徐家講要離開 和跟徐爸爸離婚 徐奶奶說 你有三個孩子欸 你要到哪去 徐媽媽堅決表示要走 徐奶奶以為徐媽媽是一時生氣 便說 你要走可以 但要把三個孩子帶走 看你要怎麼養他們 徐媽媽當時講氣話說 我去當酒家女 然後當徐爺爺勸架時 徐媽媽有頂撞她 有一個小姑便賞了徐媽媽一巴掌 不甘示弱的徐媽媽便跟她扭打成一團 像電視劇一樣喊啊叫啊 最後在爺爺的呵斥下停止了 徐奶奶就氣的跟徐媽媽說 你給我滾 徐媽媽便立刻掉頭下跪 感謝徐奶奶說 謝謝嗎 然後掉頭就走了 有沒有很像康熙小S謝婆婆的戲碼 這一幕聽著小S超興奮的說 也太精彩了吧 徐媽媽還說 跟其他小姑現在都還有聯絡 就是除了她 雖然徐媽媽在徐家吃了很多苦頭 不過她說她的公婆都是好人 還會很感謝他們鼓勵跟支持自己去讀書 我想大S分手離婚後 不講前任壞話也不賣慘 應該是遺傳自徐媽媽吧 雖然徐媽媽是離開了徐家 不過徐爸爸卻不肯簽字離婚 不是因為愛徐媽媽 就是房產銷售 成績也做得非常好 不過後來大S心疼媽媽辛苦工作 便說服小S一起去當明星幫補家計 大S說 做明星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可是小S說她沒興趣 大S便說 我們平時那麼會耍寶 我們可以當諧星逗觀眾開心 所以當時16歲懵懂的小S 就跟著18歲的大S進了演藝圈 徐媽媽因為不放心 兩個還是學生的女兒 便辭掉了做得很好的房產銷售 當起了女兒的保母司機 跟著女兒去錄節目保護女兒 因為那時候的台灣演藝圈 有很多大哥會在錄影後 叫大家一起去吃宵夜 徐媽媽便會在這個時候出來說 他們明天要上課 要早點回家不吃宵夜了 小S說 當時還真的有幾個大哥特別的照顧他們 可是在看到徐媽媽的眼神後 就不敢再對他們動手動腳了 小S說 如果不是徐媽媽的話 可能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後來大小S的唱片約結束後 因為唱片不賣 又經歷了被封殺的事 便想退出演藝圈 還開了服裝店 徐媽媽也想說 頂多就自己出來工作養女兒 幸好 韦中哥看上了大小S的 無理頭古靈精怪的個性 開始幫他們接主持的工作 後來大小S靠我猜 宇柏 活潑風趣 還有畫家長 講八卦的風格走紅 陪錄影的徐媽媽 還因為在錄影時 很常笑的追大聲 或被講到時 被鏡頭帶到 而被觀眾熟知 而大小S在工作上受到委屈時會跟徐媽媽抱怨 旅行打打麻將的悠閒日子 不過常常出事的大小S 還是讓徐媽媽放心不下 例如徐媽媽在法國旅行前 才跟大小S說 不要出大事 她處理不了 結果小S就在這個時候 懷孕要結婚了 把徐媽媽給氣死 媽那個我跟麥克想要訂婚 她就說 你等我回去再講 行不行啊你 你如果跟我來就麻煩 就是已經煎到 就是那個都會定 然後那個劇本的安排 就是我老公先很認真的說 徐媽媽我真的很愛CD 然後我會好好照顧他 一輩子我要娶 急著想說小S該講 因為麥克已經講了大概快半個小時 對 因為麥克已經說我會緊張 然後講到一半 他就突然停下來 然後就看我 就是換到我這邊 然後我就說 欸欸 我不敢講 然後我媽就立刻臉就垮下來 然後就說 幹嘛懷孕啦 媽臉就僵掉 然後我這時候在旁邊跑出來 懷孕了耶 你要當阿嬤了耶 然後徐媽還這樣 有點不太開心說 那廣告代理女伴 妳要做外面的 說媽 你的小女兒都已經要懷孕了 你還在管這些什麼合不合約的事 也沒抱著我媽 然後就開始大哭 就說媽 我們那個要有不一樣了 我們今天要懷孕 然後我媽就被霸王硬傷過 也知道就滴了幾隻眼淚 然後在08年 傳出徐爸爸因為300多萬的賭債 連同居人檳榔貪老闆娘 裝信婦人被一起押走 靠女兒付錢才獲救 對此 徐媽媽坦誠卻有此事 低調說 她的債務我和女兒解決了 大小S每月給父親10萬元的生活費 這些年也為她陸續還供800元的債務 個人做事個人單 這是女兒最後一次幫她爸爸處理 而有傳這次幫徐爸爸還債的條件是 要她簽字離婚 對此徐媽媽也回應說 在08年已經辦了離婚 還說女兒對她很孝順 該給的該照顧的都有 她自己不自愛 再多錢也會被敗光 希望之後有什麼問題 不要再找大小S的麻煩 要找著找當事人 在康熙小S也分享過 每當大小S出事時 記者都會一大早打給徐媽媽 害剛起床的徐媽媽只能用 很性感的聲音跟記者對話 還被新聞台狂播 去年6月大S鬧離婚時 徐媽媽也出面幫女兒緩家 而在大S跟居俊葉閃婚後 多年次親閃婚都沒有先被通知的 徐媽媽終於爆氣 說大S跟自己說她都40幾歲了 讓徐媽媽不要管她的事 我現在已經管不了她了 她根本不聽我的 還放話說 我女兒一天不道歉 我就一天不見她 然後就發了雞的照片 不過相信脾氣火爆的徐媽媽 跟大S應該很快就會和好 畢竟事情也沒有那麼嚴重 聽完老娘的老娘 跟看完大小愛吃後 發現徐媽媽其實人生看得很通透 也很開明 做完徐媽媽的故事後 我覺得大小S的成功 無疑徐媽媽是幕後最大的功臣 不管是古靈精怪 無理頭和霸氣的老娘個性 還是徐家獨有的黑色幽默 都是來自徐媽媽 還有在大小S剛出道時 保護他們不被欺負 或者被欺負後 也能躲在徐媽媽提供的避風港中 讓他們在歷年的風波下熬過來 徐媽媽對大小S的照顧也很無微不至 大小S以前不管多晚回家 徐媽媽都會等他們 給他們煮宵夜 其心的徐家還有一個名稱叫徐家寶 因為徐家人是一個非常團結的小團體 每個成員都互相的照應 絕不允許外人有傷害自己親人的舉動 所以當時小S跟Mike結婚時 大S開玩笑的恐嚇Mike 說如果對小S不好就找大哥打他 徐媽媽也說 如果Mike打小S的話 自己一定會去打他 就是因為有徐媽媽跟大S做後盾 小S才會這麼依賴他們 最後希望為徐家勞累了大半輩子的徐媽媽 能夠安享晚年想想而生服 今天講到這裡我們再見 掰掰